大家好,我是MG,今天下午咱水友发了一个非常离谱,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新闻给我看 The Day Before,浩杰前夕制作组Fantastic正在招募志愿者 他们目前项目的开发阵容是100多名内部志愿者负责游戏开发与公司的运转 40多名外部志愿者参与游戏的QA工作,这是非常离谱的 因为按照Fantastic老板的意思,公司所有人都是志愿者而不是雇员 但他们开发的游戏毫无疑问是商业性质的 那么这么做的话违反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法,他们心也是挺大的 不过Fantastic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公司 虽然他们并没有在自我描述中涉及任何关于Web3的信息 但他们目前的总部设置在新加坡 而所有工作都以远程形式进行 所有项目参与者又都被称为志愿者 这不就是DOM,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也就是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 九彩温尔都直接起来了 这游戏不上个恋都白干了 虽然这是一个听上去很离谱的事实 但也在意料之中 在去年的前瞻视频中也和大家说过 浩杰前夕这个游戏目前也就两个主创 加上一些外部资源 基本撑不起他们构想的愿景 也就是要做更好的一个全境封锁 当时也有水友去查了领音 发现当时Fantastic也只有六个员工 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投票 58%的人相信游戏不靠谱 但也有42%的人认为游戏可以正常按时上限 浩杰前夕是在去年订党的 当时预期在今年6月下旬上限 但他不出意料的没有按时上限 而是挑票到了明年3月 当然当时也有人说我是没有深入了解就乱说 说人家上镜头就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主创吗 那现在咱们都深入了解了 还真是只有两个人 其他都是廉价甚至免费的牛马 现在是互联网末期 越来越泛滥的虚拟集体认同 和基于此的人造排外情绪是非常荒唐的 你是个自封的八主 又不是拿钱的社区经理 那么激愤干什么 搞得行业都内卷了 把水晶都搞失业了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原神 米哈游给了KOL钱来做推广或者公关 但绝对不需要再额外雇佣网络水晶了 因为米卫兵比花钱的水晶强度高太多了 但也不知道他们在护个啥 米哈游连原石都不会给你的 说回浩杰前夕 靠两个人和用爱发电的骗局 想把全境封锁当年没有实现的愿景实现了 这是不太可能的 除了那些带有抽卡开箱等赌博元素的游戏 开发游戏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事业 想要做一个更好的全境封锁 这样一个目标是至少需要一个亿美元来做支撑的 而哪怕是独立游戏 比如宝刀刀割 前两天也在直播聊了他的下一个企划 想做一个类哈迪斯的俯视角游戏 光一年期的DEMO阶段投入就高达188万 这还是在人员成本压到月薪5000的情况下的一个预算 而且这个人员还要在北京上班 你可以想想看实际上这个成本已经是极限压缩了 所以没有必要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游戏大饼太上心 更没有理由自我捏造出一个虚拟认同来捍卫 那太没有生活了 十分的可怜